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是一件很exciting 很兴奋的事情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会碰到很多的挑战 有很多挑战 但是每一次有挑战的时候 有神的帮助 我们都能够胜过挑战 我们能继续站立起来 而且每一次挑战以后 你就成长了 你就又进到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我想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教会最近几年的事情 大家也经历过 那么在两年多以前 实际上我们老的那个使命中心楼刚刚盖完不久 盖完以后 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债务 教会里面没有钱 还有二十万的债务 但是神把那个地 就是现在的新的使命中心 那个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是不是挑战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时卖那个地的钱是要三百多万 你看我们没有钱 而且还有二十万的债务 你怎么可以去买这个三百多万的地呢 是不是 这个挑战大不大 可能大 但是有弟兄姐妹 忠心的摆上 有神的帮助 这个是成就了 是不是 成就了 那么我们把那个地买下来了 买下来当然是有 大概有两百五十万的债务 因为我们是借了钱 把那个地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呢 我们教会就决定 就是所谓把老的那个使命中心楼把它卖掉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大部分的债务都还掉 当时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说这个决定当时是很好的一个决定 而且当时卖的时候呢 你就不知道这个使命中心什么时候能卖出去 因为我们借的那个债务是有个期限的 好 我们必须在那个期限之前 使命中心要卖出去 好 这样我们才能把那个债务都还掉 很奇妙的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的时候一直倒过寻求 所以说最后事实上也神也成就了 而且是在刚好 刚好在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借款的贷款的期限到的时候 好 我们就把那个卖出去 所以我们也把大部分的债务都缓掉了 缓掉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也通过这么长的时间 进行讨论 然后就是筹划 设计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觉得呢 我们因为没钱嘛 就盖一个比较小的很简单的地方 这样我们能稳住 我们现在聚会的空间就可以了 那么最基本的 我就想八十万嘛 好 八十万 我们就盖一个很简单的 但后面就想了这些也不对 为什么呢 你刚刚盖好 你奔进去 觉得又小了 这衣服又小了 你又要换新衣服了 你懂意思吧 这又长了 是吧 教会又成长嘛 好 那不行 那怎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盖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大一点就是能够盈拿 就是说能够盈拿六百人到八百人聚会的空间 就是大概就是说 要我们有个期望 我们教会就是在很快的搬进去以后 可能很快的时间可能能成长 就是能够double 就是能够 比现在的数量增掉一倍 那么在这样 那你把这个盖大以后呢 那么这造价也就上去了 现在我们估计的这个 这个budget 就是这个造价有多少呢 大概两百万 两百万 两百万呢 现在我们银行里面呢 大概有七十多万 现在七十多万 当然这个七十多万是包括 还有大概六十万的一个债务在里面 一个是三十万的债务 那个债务呢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月要还一千块钱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典 他也不急着要我们要这个钱 当然我们有钱的时候 我们一定赶快把他放掉 这个是一个机构 愿意资助我们 给我们三十万 他只要求每一个月还一千块钱 而且没利息 是吧 所以真是神的恩典 神愿意帮助我们 另外还有一个 有一个 也是个贷款 二十九万五千 二十九万五千 不管了 就说我们目前零行呢 大概有七十万 那么如果是要开工 要完成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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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还需要大概一点 三个命令 就是一百三十万 好 需要一百三十万 刚才牧师已经讲了 好 我们以为这个建筑贷款 好 我们也觉得他们 那会批个我们 零行的那个 就开始的那个工作人员呢 也给我们一个印象呢 就是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 好 愿意批个我们 但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刚才牧师也讲了一些原因 但是我想 还是就是 就是宁行他们的上层 可能是 他对我们不是 不是太信任 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嘛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没有 我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 我觉得 我们 教会这个建筑 好 要继续往前走 而且没有信心 我相信 这个是肯定成就 好 那怎么去 怎么 那我们现在对 每个弟兄呢 好 我们就是怎么去做了 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说 那 除了奉献以外 好 建筑奉献还是要继续做 那么呢 在短期里面 进行准备能够 能够帮助教会 好 就是说你如果是有钱的话 你可以借个教会来 借个教会 短期来使用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回去呢 先祷告 好 先祷告 那比如说你们没有钱怎么办呢 没有钱你就放到祷告当中 看神怎么能成就 好 如果是 你有一笔钱 那么你就说 我有多少 我有多少 会暂时短期的叫个教会 这是第一 看数量有多少 第二 你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到位 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借个教会 好 因为我们这个开工以后 他并不是说两个万一次就付个建商了 我们是分期的 分期的 不然借几个月 因为又一笔钱 借几个月又一笔钱 好 所以你的钱不一定要马上到位 好 但是你要让教会知道 就是我这个钱 是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好 就是第二 第三呢 就是说什么时候 你要这笔钱 你要这笔钱还给你 好 就是说什么时候你 如果你赢得很急的话 好 教会也可以考虑是借还是不借 好 如果是你 时间短的话 你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要 要缓赢这笔钱的话 教会也会尽量 稳住你的要求 还给你 好不好 所以三点就是有多少 好 第二 什么时候你这个钱能到位 第三 好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你这笔钱 要缓赢 好不好 那么你 我们现在不着急 好 就是说你先回去祷告 好 一个礼拜 好 放在祷告当中 好 你要跟你家里人商量 好 你不要 如果是你觉得祷告以后 你觉得有难 有难 难去的话 没关系 好 你难道没关系 好 我想这个神会一定来成就 好 我为什么有信心呢 我有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有块地在那里 好 我有信心就是说 这么多这些年了 好 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很成熟 好 他是愿意来做神又忠心又良善的国家 好 愿意忠心摆上 好 来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而且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愿意来帮助我们 谢谢大家 好 我看崔叔丽欣欣欣也见到 好 谢谢他